今天我们第一个场景就是 日出 所以就很久没有 感觉到那种大自然的美 这首歌叫做《悲观生物学》 就是继心知科学之后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课堂 很多人都对于寂寞有一种恐惧 但是这首歌就告诉大家 其实你能够想仔细一点 就是从你出生 然后到你那个如土为安 那个最重要的两个时刻 其实你只是也是自己一个人 这类型的情歌 它也会拍到跟以前不一样的我 那最厉害的当然是那个要哭 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伤心 这个离别的不舍 跟慢慢的接受 都要在一个镜头里面表达出来 所以希望到时候大家看到的 都是一个演技爆标的人组了吧 我唱这首歌是带着一个非常无奈的乐观 这一句就是给大家说 虽然这首歌总括来说都是很 就是要认命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希望在心里面 能够非常幸运在人生的旅途中 碰到一个跟你的同类相聚片刻 其实也是一个幸运 真的要完结也不需要不开心 这个就是人生的大道理 是一个循环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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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你真准时 好久不见 真准时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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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就不要再睡 别追扮不动一切物种 独自的共生 然后再一个归去